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來到星期五的夜晚,中超重現戰火 屆時將會有三場對決展開 其中一場就是廣州隊對陣上海新花 雖然廣州隊過去六次跟上海新花交手贏足五次 但他們現以甘非式比 實力大幅下滑的廣州隊 這場仍是應以取得分數迷目標 上海新花上個賽季的表現就不如人意 尤其是第一階段十四輪只得六勝四和四負的戰績 最終落入互級組 雖然在第二階段互級組的比賽中有不足發揮 但為時已晚,上海新花已無緣增標 休賽期上海新花也有不少主力離開 尤其是攻擊線 隊長基奧雲尼摩蘭盧 主力射手金信譽 杜姆寶爺等人都已不在陣中 後防線上的M裝職也轉會離開 不過好在國內球員方面就沒有太多流失 真誠、吳希、于漢超等人都具備戰力 但需要指出的是 上海新花之前六次和廣州隊交手是未上一盛 只得一和五負的成績 儘管後者如今實力大幅削弱 他們依然不難掉以輕心 這番橫視應該要以取得分數為目標 我們下期見